有电通价不值一提 纯电真诚通价这才牛 哪吒S纯电真诚通通15.98万起 钱不胜多 但是哪吒确实是愿意 它的定位叫运动科技脚 如果入门版的话 尽可能不要去选择 但是你想要得到这个好的发明 需要4500 哪吒S我必然不可能像哪吒GT一样去包容它 因为在15.98万这个价位上面 它的直接的竞争对手就有领跑 就有深蓝 所以说它面对的竞品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它在这些竞品当中也是有一战之力的 首先我们来看到它的一个版本是大版 这样大版的话 它的CLTC的纯电续航就能达到310公里 所以说你可以先认为它是一辆纯电车 只不过是加了一个增程器 说到增程器的话 它的这款增程器最高可以达到40千瓦 这样的发电功率能够缓解我们补能的这方面需求 不过它日常的一个功率 大概就在29千瓦的样子 它电机是搭载了一个170千瓦电机 它的定位叫运动科技轿跑 那么它是一个后置后驱的电机 所以说在电机的布局上面 在一个功率上面170千瓦 那么确实是能够称得上是一个轿跑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它一个车长是4980毫米 这样一个车长它拥有的轴距是2980 大家可以看到5米长的一个车长 以及说接近3米的轴距带来的这种流线型 带来这种感觉 并且它车宽也是接近于2米 所以整体的一个内部空间我们是可以想象的 另外我们看到轮胎这边 它其实是一个19寸的轮毂 这样轮毂的话 你要说配上一个运动轿跑 我觉得似乎有一点不搭 但是我觉得为了实用而牺牲一些功能性的话 我觉得是大可不必的 所以19寸配上它的一个扁平比 我觉得非常够用 它能够帮我们规避很多爆胎的风险 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实用更重要 另外我们来到尾部的话 可以看到它的一些设计理念 这个哪吒S的S 它特别像一个魂天灵 这样的一个小设计的话 我觉得确实很符合哪吒的一个设计美学 另外它在前脸的一些设计方面 也是那种很犀利的眼神 并且它大灯也是做比较低% 实际上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的话 我发现位置确实稍稍的有一点点低 不过我觉得帅就完事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后备箱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后备箱 它放两个28寸的一个行李箱 我感觉也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它的一个造型是整体比较溜背的 其实这种溜背的造型 首先对后排空间 就是一个头部上的挤压 下面的一个电池 它又会挤压一个腿部脚部的空间 这样一来确实后排乘坐进去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头部空间是有一点不舒服的 不过它在一个视野上面 我觉得还是做不错的 这要得益于什么 得益于它1.9米的一个光感的天幕 对它是一个光感的 另外如果是在中版和大版的话 你甚至可以用手势去控制这个天幕 它是要更亮或者更暗 这样的设计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另外我觉得它后面的一个空间确实是有一点点 得防率不是特别高 因为它的一个西部空间只有两圈 一方面是因为它座椅的角度是做得比较大的 另一方面它座椅的一个腿部的支撑 其实来了是比较到位的 另外我们来前排看一下 首先可以入目的是一个17.6英寸的大屏 这样的屏幕其实你要说价格的话并不是很贵 因为在市面上的话 你自己去组一个这样的屏幕只需要1000块钱 但是给不给省不省这1000块钱是车企考虑的事情 显然哪吒S是没有省这笔钱的 这个副屏是一个12.3英寸的屏幕 其实对于副驾来说 一个小屏幕可以跟主驾各干各的 导航不会去干扰副驾的娱乐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对于副驾的体验是有所提升的 另外大家看到这个腿拖没有 腿拖座椅还有21个音箱 这些都是需要选配的 选配的价格是9900块钱 这样的价格我觉得大家看自己去取舍吧 它没有把这个选配的放到一个顶配的版本上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良心 我跟大家简单的来聊一聊 它15.98万的那个版本基本就告别了智能化了 它的智能辅驾系统360这些都是没有的 另外它也是有倒车影像和ACC的 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良心的 并且它的中控屏的一个车机都是815 所以说车机方面的智能化是保留的 但是跟车相关的智能化的话是完全没有的 所以说大家自己去选择吧 如果说您愿意加2万块钱来到了一个中版的话 那么更多的一些智能化座椅的通风加热这些都是配备的 另外呢要值得一提是小版的座椅 它也是配了座椅加热的 所以说你看虽然是座椅的加热 加热一个电丝钱不是很多 但是哪吒确实是愿意给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仪表屏呢 是一个13.3英寸的仪表屏 它大部分信息都能给到你 而且大家看到没有 这有一个HUD HUD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发明啊 但是你想要得到这个好的发明需要4500 不过呢它显示的一个效果是要比 深蓝送的那个要大得多 所以说我觉得4500你可以去选择 因为你用了之后就回不去了 真的是回不去了 你不需要再分心看这个仪表盘 这一点我觉得是特别方便的 来到我们福尔箱这边的话 它一个质感其实是做得很到位的 因为它的一个这样的阻尼 大家看没有 确实是有点奔驰的这种感觉 另外这样推下去 手机呢放在这里就是可以无线充电的 这一点大家不用去担心急刹车 手机会 把这个17.6英寸的给砸烂的这种风险 是不用担心的 另外呢 它的这方面都是有几皮的包裹 有番茅皮的包裹 包括天花板这里也是有番茅皮的包裹 虽然说虽然说它给的一个包裹的厚度 并不是特别的舒服 并没有二三十万的这个番茅皮的包裹 的厚度要舒服一点 但是它给了 但是它给了 它并没有用一个软糖素来敷衍你 不过它把软糖素给到这里 这里是有个木纹的饰板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有豪华感觉 所以说整体的一个配置 一个视觉 一个用料 我觉得在10到20万这个车的级别当中 已经是非常良心的了 如果是中版和大版的话 它是一个真皮的包裹 而这两车呢 它基本都是选装完了的 所以说它有21个音箱 有HUD 还有一个座椅的按摩 座椅按摩也是可以在选装包里面去找到的 另外呢 如果说大家要选一个剪刀门的话 也是有的 不过价格呢 对吧 就是有点高了 有点花里无哨的 所以说最后我来讲讲版本 怎么去选择啊 其实在这个版本当中 我觉得入门版的话 尽可能的不要去选择 因为它5米车的车长呢 确实是停车方面比较麻烦 有一个360会更好的 并且它加了2万块钱的这个版本呢 是你是没有办法在外面的店里面去选装的 所以说 选择一个中版或者大版是OK的 但是入门版能不能选呢 能选 为什么 接下来告诉大家 首先它这套真诚器呢 是85千瓦的 这套真诚器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呢 它底盘是前双叉臂后多连杆 并且呢 在车身车架这些连接处都是用了铝合金 虽然那些百币都是铁柱的 但是我觉得没有问题 这样的价格能够给到你一个双叉臂 无论是运动还是舒适 你都需要双叉臂和五连杆来去支撑 它的一个硬件的设施 所以说这辆车 它的先天上面就有优势了 并且它的一个车身扭转刚度 跟哪吒GT是一样的 可以说它跟哪吒GT就是一个定位上的不同 哪吒背后的合重汽车呢 是拥有双自治双工厂的 而且呢 它出口到泰国的份额 仅次于BRD 所以说还在担心哪吒会倒闭 会凉了的朋友啊 纯粹是庸人之扰 纯粹是起人忧天